算下来怎么也得百日之后 言下是世道纷乱 诸事可以从简嘛 再说了 天子也等不及了吗 天子等不及了 我看这样吧 这个是急了一点啊 改 改在后天 咱家也要为天子做些准备啊 遵命 吕将军 朕 王司徒 你把娇蝉许配给我 为何又送给相国 将军 我正在等你啊 你听我跟你说 你放手 请到屋里 我好好跟你说清楚 屋里好好说 请 哎呀 将军息怒 将军息怒 今日下朝以后 相国突然造访 说是来我这儿饮酒赏梅 并且他亲点貂蝉半宴 你说老夫我岂敢不从 谁人不知相国好色 貂蝉美若天仙 他只要一见貂蝉 肯定垂千三指 哎呀 将军说得对呀 相国见了貂蝉以后 不饮自罪 席未竟就下令说 如此天仙 凡人岂可贪囚 各在家里可惜了 应该敬献给汉帝 立为贵妃呀 什么 让貂蝉做贵妃 臣要能做贵妃 老夫也无话可说 老夫担心的是 你担心什么 老夫担心小女 进不了皇宫 最终 进了相国的每一物啊 那绝对不行 这 这事已至此 老夫有什么办法 那相国 是在天子下的旨意 要立貂蝉为妃 你说 我这个做臣下的 敢不遵从天子的旨意吗 就好比你做将军的 敢违抗相国的御令吗 貂蝉在哪儿 让我见见他 好 将军啊 恕老夫提醒你一句 貂蝉已经是贵妃之身了 将军可万不能坏了朝廷的礼法呀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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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我求你让我见貂蝉一面吧 我求你了 好吧 你们 你们就见一面吧 你们就见一面吧 你们你们就见一面吧 你们你们就见一面吧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要不应该怎么办 我aran 我想要何谓 你爹 你上海 我上海 你住家 你估计 你李nez 你也有什么 你还記住 我共产 你 朕应该早点来 朕应该昨天就把貂蝉接走 是我的错 我来迟了 来迟了 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永远都不要分离 女儿啊 快快照我教你的说呀 将军 貂蝉命空 这辈子 无法侍奉将军了 只有下辈子 再和将军长相厮守 你就忘了貂蝉吧 大雁高飞 乘双成对 若有一只离去 还吕必将不失而亡 吕不愿与孝勤 同生共死 无怨无悔 将军 好 说得好 比我教得更好 比我教得更好 离将军 离将军 上父午睡未醒 请将军稍后再来 不 我在这儿等候 那么 请将军大堂待茶 不 我就在这儿跪着 请将军 叫他进来吧 诺 吕将军 尚服有请 封仙啊 听说你在外边跪后 到底是为什么呢 儿臣有件事 想请义父开恩 说 只管说 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义父 义父 请你看在我多年战功的份上 把貂蝉 赏给我 貂蝉 义父 儿臣喜欢他 儿臣这辈子 没有他不行 什么话 什么就没他不行 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为女子遮了志气 起来 义父 你起来 封仙啊 咱家跟你说实话 别说是一个小小的貂蝉 你就是一百个貂蝉 义父也舍得呀 义父 答应儿臣了 只可惜啊 你来晚了义父 义父 昨儿咱家已经上奏天子 把貂蝉送去做贵妃娘娘了 朝中的百官都知道了 奉仙儿啊 你应该知道 那些个宫卿大臣们哪 他都怨咱们不敬天子 心里边恨着咱们呢 你说咱们把貂蝉送去做贵妃娘娘 这样的话 一则是百官高兴 二则天子也感谢咱们哪 你说是不是 奉仙哪 这样吧 你看咱们宫中除了貂蝉以外 所有的宫女嫔妃任你挑选 你要谁是谁 你要多少是多少 行不行 好哭 你ид成我 成我 孤沾长生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剑颠平生之微愁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时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 也不是有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是君 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与天地同生